這個步驟就是一個大型試算表有縱向的也有橫向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縱向做出來之後 再把橫向做出來可以把兩個回圈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這樣子整個大型試算表就可以一氣合成 它會自動幫你跑完 即便是範圍再大它還是會幫你跑完 因為回圈人腦做回圈其實很辛苦 重複性的動作可是電腦沒有問題 電腦反正它就是一直跑 你要它怎麼跑就是怎麼跑 你等於是下一個命令叫它去做 它就很乖的幫你去做完了 它不會不會覺得厭煩 反正你只要你程式寫正確的話 其實電腦還蠻聽話的 比這個人去做事情會來的更精確 不過前提是你要會下命令下指令 下一個連續的動作 所以有些系統如果建立起來之後你會發現 系統真的是很棒 為什麼它是等於是24小時服務的 你只要主機開著 它就是什麼事都幫你做好好的 那這裡的話當然 我們如果說今天要再來寫一個 剛剛是這個列的回圈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理解一下 所以上面這個部分 如果說你這個範圍 暫時要把它註解掉不執行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先寫完 再來逐步的來寫那個藍 剛剛是列的部分 現在是藍 那藍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這邊有1到20 1到20年 那我1到20年我希望可以把它跑出來的話 那基本上一樣的方式 你可以打一個4 那因為那個變數名稱已經用過了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改為是J好了 然後1到20好了 1到20年 然後按一個Enter 這步驟都一樣 然後裡面的話呢 我要把結果寫入到哪裡呢 這地方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要寫入到那個第4列 因為我先跑一列 就是第4列的位置 然後呢 再再來是先從這個第2欄開始 第2欄就B欄 所以我的公式的話 基本上就是可以用一樣是Sale 然後刮鬍之後 Row的話就是4 豆點的話 後面的這個值Column 其實是我們變數會變的 所以這個變數的話就是J 可是J的話是從1開始 但是我們列是從2列開始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只要加1就好了